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要來介紹活動啦 這次有一個全新的活動 它的名稱叫做 什麼Duelist Road 應該叫做決鬥賽道的概念吧 到8月6號的12點59分截止 那這個非常非常 這個玩法非常的簡單 那是因為之前沒有出過 類似的活動 所以我就先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簡介 那如果之後有出就不再做特別介紹了 那它的玩法很簡單就是 先在決鬥世界打路人取得口琴 那這個就是口琴 那有了口琴就可以做決鬥 對 然後 然後 決鬥的時候 贏的話就可以依序往前 那往前這個這條路就可以 到終點後就可以得到一些獎勵 對 好 然後 可以切換區域 區域1解鎖之後就會依序 往上會有區域2 那我就試一次給各位看 按下 按下 STOP 它就會幫你決定你的對手是哪一個 那對手是哪一個任務也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弄到的是中間這個 那它的意思就是打敗它就可以前進6格 對 那我們的決鬥任務是要進行召喚一次兩次三次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這都有達成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前進的步數會比較多 那先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理論上都開自動啦 那它在7月20 等一下看一下 它在7月3才忘記哪一天可以接鎖鬼柳經接 應該是錶的不是按的 好那這樣打過去那第2次通招 好那3次通招的話就可以 前進3格 然後 好我是直接開自動 這是我平常刷路人的牌子 好這個鬼柳經接之後大家接鎖一定要把它拿到 好那我們就來看吧 剛剛 轉盤轉到的是6 然後再加上我們3個任務都有完成 所以是3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前進9格 對然後它就會給你對應的樂透幣 好那我們就往前前進9格 那就一樣拿到5個 好 好那你會發現它其實有一些會6乘上2這樣子 那我再試一場給各位看 好那它3分之1會中 好 3分之1還弄到只有6的真衰 所以這個遊戲簡單來講就是 收集口琴 然後按決鬥你就按下決鬥就對了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選你要打誰 然後打完就前進 那前進到終點就可以到另外一個區域 這樣子 好應該是 對各位來講應該是不會到很 很難啦 不用什麼動腦 然後也不用什麼 譬如說還要跟玩家對戰啊 或者是還要想 就是要 動手操作 我個人覺得 只要你有收集足夠的口氣 你就是一直給它按自動決鬥就對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終點的話會怎麼樣 好那一樣就是前進9格 應該快到終點 好那這一次 第4個陷阱 好那它就可以它可以換到這些碎片 對那這些碎片要幹嘛的 我來我要查一下喔 我不太清楚 看到了這些碎片如果 收集滿的話就可以得到那個卡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在7月30之後 可以解鎖鬼柳經界 那先不管它的卡強不強 至少先挖吧挖礦再說 這樣子 好那我有點想要到終點 然後給各位稍微看一下到終點會怎麼樣 好那 幹又是4 很衰啊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次活動的獎勵有什麼 幹 抽不到怪是殺小 哇靠沒抽到怪我這是無言 來怪獸怪獸怪獸 幹 怪獸怪獸 終於來了 好 好那完成生死動 等一下應該就可以 到下一個區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到下一個區域會怎麼樣 好到下一個 到達終點後 那就完成廠區了 所以他的廠就是有點其實跟之前的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 邊連石有點像 只是他改成直線 這樣子 好 那到區域2 那區域2 之後的會到7月30號才解鎖 也就是說 區域2的話會連那個鬼柳經界一起解鎖 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子各位懂這個活動嗎 簡單 簡單的說明就是 打口琴 往前衝 拿寶石 就這樣 非常的簡單 那來看一下他 還有注意7月30號一定要來解鎖境界 那我們來看一下樂透 好 那這一次的 獎勵清單有三張卡 其中有兩張是無限陷阱地獄的卡 那來看一下 無限地獄死亡龍 暗屬性等級2468等級8龍族同步效果召喚怪獸 攻擊力3000 手臂力2400 那他要用暗屬性協調加協調以外的怪獸一隻以上 他有綁定暗屬性協調 那效果還算OK 沒有到很OK 我覺得我方手牌為0我就無言 除非你是玩無限陷阱地獄牌啦 對那我方手牌為0章的時候 一回合一次 可以選擇對手場上的一隻怪獸兵發動 破壞選擇的對手怪獸 給予對手生命值相當於被破壞怪獸攻擊力一般的數值 那發動的效果是不可以攻擊的 也就是說直接炸一張 那但是炸了就不能攻擊 但是因為他的素材有綁定是暗屬性協調 所以理論上一般牌組不太會放 除非你是玩那個無限陷阱 這個無限那個的牌組才會 無限地獄牌組 好那無限地獄破壞王暗屬性等級6 惡魔族效果怪獸攻擊力2300 手背力1000 紫卡因戰鬥破壞對手送入墓地 給予對手1600點的傷害 此效果可與我方手牌為0章的手 那無限地獄的牌組大部分都是要在手牌0章的手才可以發揮作用 所以這個 扣1600雖然聽起來很屌 但是如果有手牌就不行 所以 因為無限地獄牌組我還沒有特別去研究 之前前陣子剛出來的時候有人會稍微拿來玩 那我是完全沒碰啦 對所以這個我不知道強不強 那最後一張不是 不是無限地獄 是魔虹神系列的 光屬性等級4 惡魔族效果怪獸攻擊力1600 手背力1200 那磁卡因進行戰鬥傷害計算時 可以一張手牌送入墓地並發動 磁卡攻擊力於傷害期間上升600 也就是說 可以把任何一張手牌送墓然後增加600 他的打點就會來到2200 對所以可以搭配一些會送墓的卡 對所以我也不太確定說這個到底搶不搶 對 好 那 這個部分大家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等一下給各位看一個最後的重點整理 好那重點整理在這位看完我們就結束吧 第一個刷路人拿到活動道具口琴 第二個用口琴參加對戰一直往前衝 不論你是抽到有沒有加倍 反正就是一直衝就對了 第三個可以用極道的碎片來換 你要的卡墊 活動專屬的卡墊 第四個最重要 7月30日一定要來解鎖這個 錶鬼流 這個就是 不是按印著鬼流 是鬼流境界的這個 可以挖礦然後會拿到他的新卡 第五個是新卡總共有三張 無限陷阱的相關的有兩張 魔風神有一張 對那 希望各位對於這個活動 也可以趕快畢業 那記得一定要記得7月30號去解鎖鬼流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啦 我是晚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並且分享啦 準備來去這個喝這個布丁牛奶